盐水浸泡晒干鱿鱼 经过24小时 三次换水清洗干净 放进锅中蒸卤 油亮亮的鱿鱼切成块状 立一头热油炸黑猪肉 大块黑猪肉在油锅里 滋滋作响得炸上半小时 逼出油力感后 用蒜头爆香酱油体味 最后呛上米酒 香气铺满整个厨房 就成了小琉球人口中的 顶级海路商品 热腾腾白饭铺上卤透鱿鱼 肥瘦均匀的黑猪肉 来个荷包蛋配上笋干 这一碗鱿鱿小峰 有传至今 已经成了游客必吃美食 外面都是一般的 就是有猪肉跟猪肉 没有加油 所以它少那种 这个多了一个鱿鱼的香味 一般在台湾 就吃不到这么Q的口感 然后它卤得很够味 鱿鱿小峰对游客来说 是出肠滋味 但对早期的小琉球人 可是记忆中的家常味 跑船人把鱿鱼晒在船上 滷来下饭 若是要招待客人 就会加些岛上不易吃到的黑猪肉 七分食材 三分调味 八好滋味端上桌 小琉球特色菜还有这道紫菜鲜� 一道道家常菜来自小琉球岛上首家饭店的巧思 第三代老板许伯瀚退伍后回家接班 发挥设计专长 手绘菜单和看板 重新改造老饭店 已经走了二十六年了 已经赢在人家的起跑店 人家还没开始做的时候你就先做了 但是你现在如果不去改变 你如果这边的市场淘汰之后 你家人怎么办 就怕赢在起跑店 半途却被淘汰 但一股冲劲 却没占有一起奋斗 你共同奋斗的人很少 在你这间店上面 你很难找到跟你想法比较相同的 在这边是你只要越努力一点越迷都赚得到钱 而且绝对是台湾的比较更好的情绪 但是这边的工作都必须要卖到哪里 终于陆陆续续 不少年轻游子返乡接下家业 许伯瀚也坚持 用初心守住小渔村最怀念的家常味 也成了小琉球的特色餐店 东森台新闻小韩中午军 蒋一清小琉球采访报道